综合美国商业杂志财富商业内部网等30日报道 当地时间周三 特斯拉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 在纽约出席活动时表示 在电动汽车全球霸主地位的争夺战中 特斯拉最大的竞争对手在中国而非美国 马斯克说 中国汽车制造商强劲的制造实力 使其极具竞争力 有很多人认为 未来全球前十大汽车制造商将是以特斯拉为首 其后的九家都是中国汽车公司 我认为他们可能没错 当地时间12月29日 马斯克在纽约时报 迪欧布克峰会上表示 特斯拉面临的最激烈的竞争在中国 中国汽车制造商是特斯拉最大的竞争对手 说起自己十多年前 曾不放在眼里的比亚迪 他承认比亚迪今年有望超越特斯拉 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马斯克说 有很多人认为 未来十大汽车公司将是以特斯拉为首 此后的九家都是中国公司 我认为他们可能没有错 他认为中国汽车制造商极具竞争力 取决于他们强劲的制造实力 中国的制造业非常出色 他们的工作热情 令人难以置信 2019年 特斯拉在中国上海开设了一家超级工厂 马斯克特别向中国团队表示赞赏 考虑到特斯拉内部不同团队的竞争力 我们认为中国团队的竞争力是最强的 所以特斯拉在中国经营的非常棒 对于中国市场 对特斯拉至关重要 中国政府是否对其有影响力的问题 马斯克则反驳道 特斯拉的自家工厂中 有一家在中国 中国市场占特斯拉销量的四分之一左右 顺便说一句 所有其他汽车制造商也是如此 因此 如果这对特斯拉是个问题 那对每个车企都是个问题 商业内幕王指出 特斯拉多年来一直主导着全球电动汽车市场 去年在全球售出130万辆机车 但现在 其地位正受到比亚迪等中国汽车制造商的挑战 财富杂志报的称 2011年 马斯克曾嘲笑中国比亚迪生产的 电动汽车质量不过关 今年5月 他改口承认 这家中企生产的汽车 竞争力很强 这家中国车企 并未进入美国市场 但在今年第三季度 其电动汽车销量 仅比特斯拉纯电少3456辆 有望取代特斯拉 成为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第一的公司 而且 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动汽车市场 也与美国市场形成鲜明对比 除了比亚迪 特斯拉还有 福林 吉克等诸多中国挑战者 反观美国 面对电动汽车需求的放缓 通用 福特等主要汽车制造商都在虚减开支 和放弃原定生产目标 财富提到 今年早期时候 福特汽车执行主席小比尔 福特 在赞叹中国电动汽车行业了不起时 他曾对美国业内发出警告称 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发展速度快 正向全世界出口 而美国车企 还没有准备好与其竞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